編曲 天空 無射無息 我看不見你 風吹過的起 点点滴滴梦里 醒来的心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竟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四季 心里那宁静的痕迹 说默默暮光的日子里 温暖的窒息 记忆 有位木槿爷给我抓了一个大锅锅 爸爸放我下来 爸爸放我下来 木槿爷你告诉我爸爸不想要我锅锅了 好咱们明天见 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 不变 祝欢 拉钩 外国换人这么多年不许跟牧生说话 好 怎么 那一天的时间就想通了 不打算回永城了吗 不走了 为了武思民 女人哪 杨小姨 如果昨天你就答应我的话 我会觉得你很有政治头脑有绝 但是你今天再这么过来 我明显能看到你的私心 我有什么私心 为了武思民向上爬的私心 甘愿留在青云 为她捞取政治资本 有错吗 她是我丈夫 我呀 实在是替你感到可怜呀 如果换作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我自己心爱的人 为了我干这些 你干吗 杨小姨 既然回来了 又坐到了我的办公室里 你以为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咱们俩之前的那些事情 应该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你的丈夫武思民 你应该还不清楚咱们俩这些事 他可能连尹南方是谁都不清楚 没关系 这些前尘往事对我而言啊 早就是上辈子 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人呢 可以说不记仇 但是我很愿意 你一直是我一个心情 当我在青云这个鬼地方再见到你 而且看见你嫁给了那样的 吃了那么多苦 遭了那么多罪 我真的是替你赶 不过 好在我现在回来了 我吕维宁已经不是当年的我 可我对你的心一直是没变的 我办公室的大门随时随地向你闯 我会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谁最疼爱你 最关心你 所以说 拜你所谓 我失去了生育 但是在生育里 永远是你 我有这个耐心 等待你心甘情闷了 李副组长 你俩儿子困了 在我那办公室闹着要找妈呢 吴思民同志 我和杨晓忆同志在谈很重要的事情 你就这么着急吗 不着急不着急 那你们先谈 等一下 吕副组长 我得回去带孩子了 现在太晚了 我们以后再聊 你们聊 记着我跟你说的话 我有这个耐心 小姨 谢谢你啊 怎么了 我都听说了 你是因为我才回来的 今天是尹泽贵 事关重大 刘世军现在是宝黄呗 昨天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我真的不敢想象 不过既然你答应做这件事 说明你愿意跟他站在队里面 我特别高兴 小姨 小姨 其实我当当官都不重要 我重要的是 我知道你一心一对我 一心一对这个家 真的这么想吗 你记住 不管我做什么 都不管背叛你 背叛咱们这个家 你一定要相信我 今天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摆明了你的立场 我这么可能欢迎你 今天你的所作所为 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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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处理一下啊 哦 来了 妈妈 你明天还带我到那个迟到便 我爱好不好 原来你是装睡啊 妈妈明天要上班 上班是不能带小朋友去的 妈妈说我不算数 说带我去外婆家也没去 嗯 不是妈妈说话不算数 是妈妈突然有工作 去不了了 今天池塘边 有位爷爷 他想给我个锅锅笼 我答应他了 明天一定要去的 喜欢不能说我不算数 嗯 好吧 睡吧 我听你 cryptic 我听说不话 我听说不认了 都没见到 我听说不认可不认为 你俩 Wrestle System 好ù看你 你俩的事 你俩好吗 你俩的事 你俩打几乎走 你俩把你俩看死了 你俩好吗 你俩背了 走吗 你俩个亲俩 进来 严将军 这山雨雨来风满楼啊 你打击清楚了没有 她是为什么要回来了 目前还联系不上 不过我想 她可能是知道了您的处境 所以才回来了 这个傻孩子 我了解她 如果不是因为您 她是绝对不会去找李维宁的 况且 李维宁当年无处过她 不然的话我都不想让她圈起来 我明白 轻松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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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那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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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呀 爹呀 那个是编的咕咕楼吗 哦 对 这是爷爷给你编的 那个大咕咕楼 里边还抓了一个大咕咕 个大不大 大 这是不是一个大将军啊 这不光是将军 这恐怕是个元帅了 你看 妈妈快过来看元帅 快点快点 妈妈你看 这就是爷爷哥的大元帅 来 喜怀 爷爷教你怎么斗这个波波 你过来看我们斗波波 对对来 斗波波 在北京的时候 从来给你打过一件礼物 可惜后来让红冰小巷给找了 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你打一次 爷爷 你在同我讲话吗 对 爷爷答应你 以后再给你做一个更大的波波波 妈妈 你记得爷爷说了吗 明天还带我来这里玩好不好 答应了 你也来的 妈妈 你也来的 妈妈 你也来的 怎么样啊 你昨天一天都跟着他 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了吗 你这个头状像是 他就把我图在那里 取决定的 你这个老子 你会知道 你肯定要开说 你肯定要有一定的 他就像你肯定要有大 sauce 你肯定要有点 但是他肯定要有点 心病 他是眼看二月逆流方案无望 硬急出来 你不应该这么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 对他病情是留所了解的 他长期血压不稳定 你和他谈起到北京的事情了 我们两个不说话 他那是心虚不敢对你讲 我知道现在尹南方在哪里 是吗 他呀 现在跟他的母亲 在东北的一家军网站 听说那里的条件 比清云海有减大 够这个公子哥儿瘦的了 他尹泽贵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算他势独情深 也是鞭成了一个 你现在对他还有感情吗 跟你有关系吗 那 对 吕副组长 您今天是来找我谈工作的事吗 没错 我就是来找你谈工作 你还记得当年在北京的时候 你给我看过一个剧本 是你和刘士军和谐 名字叫做尹和座 我呢 我对你们这个剧本里的第三幕 就是这个 上海的早晨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我想问问你们当时是 怎么写出来的 根据历史写的 我说的不是历史 我说的是尹泽贵养伤的弟弟 还有那位徐飞飞小的 怎么了 在你这个剧本里呢 有一位旧上海大资本家小姐 她以进步青年的身份 掩护过当年的尹泽贵 而且还试图挽留她 差一点削弱了她所谓的革命意志 对不对 那是虚构的 我知道 艺术来源于生活 而又高于生活 你们这是在美化尹泽贵 美化她与一位资产结局美女蛇之间的交往 但是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物出现的话 那么尹泽贵肯定抵挡不了美女的诱惑 败倒在她的石榴群下 丧失了她那所谓的革命意志 背叛了革命 对 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尹泽贵她就已经背叛了革命 给尹泽贵的定性 应该是从抗日战争时期起 就隐藏在我党我军内部的大内奸大叛徒 你放屁 我告诉你 吕维宁 我采访过尹将军的过去 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她在敌人的监狱当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但她从来都没有屈服过 像她这样一个身经百战功勋累累的人 怎么可能去背叛革命 如果她背叛了革命 怎么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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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志啊 激动得有点无分 好 坐 坐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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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发现 让你去监视尹泽贵人 这可能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你才单纯的 好了 今天的台话先到这里 再见 你轻轻了 你先去听起来 感谢什么 那里 你没见过 好 buffalo 他的两个舅舅到现在还在台湾 这是北京医学院当年外调到的真实情况 不是 李副组长 我是听说他妈妈跟他外公早就断绝关系了 数欲敬而封不止啊 父亲自绝于人民 两个哥哥还跟国民党一块跑到了台湾 这样的出身是简简单单断绝关系就能摆脱的了 你这两年在青云造反夺权这口号你没少喊吧 而且你应该很清楚 你的爱人杨小义如果有这样的反动出身 对于你的前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律副组长 这可不是小事 您有证据吗 是 证据 证据 吴斯敏啊吴斯敏 这种事情你居然管我要证据 好 证据是吧 我如果把证据给你摆在桌面上 你觉着你还能有今天吗 回家问问你爱人杨小义 你就什么都清楚啊 其实呢 有很多话我也不想对你说 但是现在杨小义的屁股 已经坐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 他如果成了尹泽贵的那些 那这事情可就严重了 所以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向你 全把你拖出来 吴斯敏 同志 你爱人杨小义 同刘世军的关系你清楚吗 我知道 他那谈过恋爱 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他们先 以前是吧 好 那你知道吗 他同尹泽贵的独子尹南方 也谈过恋爱 不会吧 不会吧 没想到啊 你爱人的情感史 还真的是挺丰富的 好了 没关系 咱们今天不谈这些 我怀疑的是 他现在的情感世界 也没有那么单纯 我告诉他 他受尹家迫害被发陪到这个 他非但不恨尹泽贵 反而还要极力地帮助他 你说他是为了谁 为了谁 好好想想吧 乌斯敏同志 杨夷 杨夷 你说 这事是不是真的 怎么的 这是好好的 不过是老师的 杨夷 你告诉我 杨夷 你告诉我 你舅舅到底是不是国民党 是不是 确定的鬼呀 这话也好说的 也好说的 杨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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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不怪他 他说的是真的 怎么回事 晓妮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我舅舅 我妈到永城的时候 已经跟外公家里断绝了一切关系 这个在道案上是查得到的 是的 你干什么都是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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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了 不提了 他妈 你糊涂呀 妈呀 五年了 他瞒了咱们五年 你还相信他呀 妈 妈 我告诉你啊 他为什么到青云来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杨夷 你说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你怎么不早跟大爷说呀 你还有什么事 你都跟他说了今天 老爷 我知道是远远连告诉我的 整个青云就他知道这件事 可那是个卑鄙小人啊 你为什么要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呢 杨夷 杨夷呀你 你还说人家卑鄙 你才是那卑鄙小人呢 你知道你这样的 我只是想聊一下 我真的不认为 他做事 有什么也不是 你不认为 我给这个人 去做事 你 这也不是 我是不是 好 你 就 说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车 停车 小叶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上车吧 上车 快 这么快就要走 又太突然了 我也不知道谁下了命令 要把我调回原部队 还回来吗 将军现在在清原 而且情况很危险 我一定要争取回来 杜士君 我要告诉你 吕渊宁回将军在上海的历史 在调查他 这个事情将军已经知道了 是他在上海的一个老部下告诉他的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利用吕渊宁对你的信任 继续保护将军 更要注意 他们还会有什么新的阴谋动向 我走以后 我的上级领导 还会派新的军代表来 对将军的保护 也会继续下去 我会把这边的情况 归报给我们的上级领导 我不得说了 没有时间了 世君 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在保护将军 所以那些要整垮将军的人 把你立刻调走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总之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我去 爸爸还在下你的气吗 不会的 爸爸妈妈就是扮了几句嘴 爸爸不会生妈妈的气的 妈妈 我妈再也不回奶奶的家了吗 没有 喜欢在这儿睡一觉 明天妈妈就带你回奶奶家 可是 元帅还在奶奶的家呢 没有人接物水给元帅喝 元帅一定会渴死的 这倒也是 但是妈妈相信爷爷奶奶一定会 接露水给元帅喝的 元帅不会渴死的 放心吧 你睡一觉 明天起来就能看见元帅了 快 睡吧 ért 喜欢 妈妈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老让你看见爸爸妈妈吵架 还让你担惊受怕的 知道吗 妈妈以前 因为实性子 差一点还不要你 你放心 爸爸妈妈以后不吵架了 妈妈跟你保证 爸爸妈妈不会分开 等妈妈把手头的工作完完了 一定天天带你去玩 你是妈妈的乖孩子 乖乖地睡觉 谁啊 妈阿姨 谁 吕芬妮 你干什么 吕芬妮 吕芬妮 跟吕芬妮吵架了 一个人搬到这办公室住了 怪你什么事 你干什么你呢 我过来看看你啊 你现在看到了我一个人在这儿 你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你干什么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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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吧 我告诉你啊 我大天也没 我来找你啊 救命 吕芬妮 我其实早就知道 今天晚上一会过来 干嘛 是我把康庚的支走的 快 我告诉你 刘世军现在滚蛋了 吴思敏也走了 现在只有我要你你知道 你给我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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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妮 你跟刘世军也好 跟吕芬妮也好 你就不差我这一个了吧 而且你知道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我有多喜欢你 你就答应我就完了 好吗 我这么多年我想你 我想他 快打死你打死你 打死你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小兔子 你放开我儿子 你敢动他 你敢动他 行不行把水水打滚了 你 你把我儿子放开 杨妮 冷静 杨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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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不是 杨妮 你 滚了 我走 我走 我就是给你开一玩笑 你定 你至于吗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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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妈妈看看 你们要哪儿受伤吧 妈妈 喜欢你把妈妈打坏了 妈妈知道 不哭 喜欢永远不离开妈妈 喜欢永远保护妈妈 嗯 妈妈知道 这一天的遭遇终于让我明白 必须自己拿起武器 对恶失离任何姑息和忍让 只会给自己和亲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面对吕维宁的流氓行为 我不能再忍其吞声 我必须控告他 哦 我猜猜这是谁啊 这是 喜欢 猜对了 别告诉我妈妈 我是偷偷跑来的 怎么 妈妈不让你出来 妈妈和爸爸在吵架了 妈妈还在生气呢 哦 那你告诉墨镜爷爷 妈妈和爸爸为什么吵架 不知道 反正喜欢为保护妈妈 帮妈妈打坏了 哦 那我看看 喜欢是不是个男子 哈哈 哈哈 我把姑姑能丢在家里了 姑姑一天不喝水 我们会渴死的 哦 我不会的 元帅是个硬骨头 可是我这天不回家 我还看不到元帅 嗯 没关系 真的没有了 嗯 眼镜爷爷再给你抓一个大的 好不好 咱们叫他 大元帅 好不好 可是我就喜欢元帅 哎 好啊 喜欢是个有感情的好孩子 嗯 嗯 吴喜 过来 哦 你是喜欢的爸爸吧 跟孩子说话 别这么厉害 看把他吓着 嗯 我管我儿子呢 轮不着你说话 吴喜 上爸爸这儿来 管不了你了 走 嗯 爸爸你别生气我 跟你回家 嗯 这才怪嘛 啊 喜欢 爸爸告诉你啊 以后我不许见这个人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嗯 你听我说啊 跟爸爸一起回去 咱们玩竹片小战士好吗 好 走 把他给我看住了啊 好 走 好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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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 今天不听话呀 怎么不好好吃饭呢 吃不好饭怎么长大个子啊 啊 喜欢啊 看 爸爸给你拿来了 你装上啊 喜欢哪 奶奶问你啊 你爸跟你妈离婚了 你跟谁过啊 我跟妈妈过 白眼狼你个 奶奶白疼你了 怎么这么跟孩子说话呀 喜欢哪 别挺奶的 爸 我妈说的没错 如果杨小艺的出身真的是那样啊 咱们家都得跟她划情关系 都打听了 这不是开玩笑 要是真是这样 咱家就成反革命家属了 你知道吗 我不管 小艺是五家的儿媳妇 是喜欢她妈 这个界线怎么划得清 我看你们是不想要喜欢了吧 喜欢哪 明天爷爷把你妈妈接回来 爸爸我要元帅 元帅啊 什么元帅啊 哎呀 喜欢不好好吃饭 是想过玩过的啊 放心 爷爷早上都给你喂过的 爷爷爷可不可以帮我 把元帅打下来好不好 好 爸 喜欢啊 今天跟爸爸回家的时候 咱俩不是说好了玩这个吗 爸爸都给你装好了 咱俩一块玩好不好 好 乖啊 来 看看今天谁把谁打到 好不好 好 来 预备开始 打开 来 打开开 打开来 喜欢 爸爸我输了 咱们不玩了吧 输了不要紧啊 再来 这回爸爸肯定输了 来 爸爸我想要元帅 你臭小子 你今天跟我回家 是不是就为了那小姑姑啊 啊 是不是 爸爸我这要 要什么要 跟爸爸玩这个 我这要 不需要 我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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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还不了你 大病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 大害你干什么呀 你吃不上那东西谁给的 那是放开给野泽贵 放咱家那就是祸害 要 二 二 大将军 大人士 祸害人 祸害人 让你祸害 躲开 让你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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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 不许祸 这么小学会撒谎了啊 谁教你的 把野泪变回去 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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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祸害人 妈你别管他 去追我孙子去 不用管他 看他跑哪儿去 什么地方追我孙子 老婆 你 撑上我追啊 追啊 我为什么要他啊 别动啊 追不回来 别回来 臭小子 给我站住 你看我抓他们怎么揍你 站住 下宙子 追我 我 你 你 他 我 你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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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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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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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医生就在抢救呢 孩子怎么被车撞了 你快说会 你别死了哥哥了 儿子要玩这哥哥 我不让他玩了 儿子不要玩我就打他 然后他往外跑 我没抓住他 安全的 好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孩子送来的时候 就已经没救了 进去看最后一人吧 什么叫送来什么叫没救 什么叫你们就已经尽力了 什么叫你们就已经尽力了 你怎么就走了 您进去再救我儿子一下 我求求您了 您这样走了 那我儿子怎么办 你们是医生 您要救死不上啊 不要放我 我满场上 不放我 我满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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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 嫂子 不能关明哥了 不关他关谁 不关你关谁 吴思敏 我嫁到你们家里 过我一天好日子里 天天跟我一神一魂 天天跟我吵架 我好不容易还上了喜欢 你 我说他不是你儿子 说他不是你的酒 你娘子里天天都在想什么 吴思敏 我好不容易把他生下来了 天天跟我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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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你还能过过一天好日子吗 天天天提心掉了就怕我们吵架 你跟咕咕咕咕啊 让孩子玩个咕咕咕咕 你得跟他咕咕咕去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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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都已经没了 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再去追封看一眼孩子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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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珞 我 privileges Zither Harp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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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给爸爸读的这五个字怎么读 老主席万岁 我答应他了 明天一定要去的 喜欢不能说我不算数 姑姑 小姑娘要不离开妈妈 小姑娘要保护妈妈 小姑娘要不离开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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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要不要也不要 小姑娘要不离开 cop 小姑娘要不离开 представля 用一生寻找自己 心底 那宁静的痕迹 折磨你目光的日子里 温暖不只是记忆 温暖不只是记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